Hello,大家好,我是庞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R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 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五十题 我们这个系列到今天到这一次视频也是过半了 那么我们先来读题 Look at the lines below and fill in the boxes with A, B or C 我就不画格子了 我只是用一个横线来代表这个格子 他说呢这里有三根线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B是直线 然后呢这个line C呢稍稍有一点点的打弯 那么line A呢是大量的打弯 那么他们都是从左到右 正好是跨越整个长方形的这个格子的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图了以后呢 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比较 心里面有一个反应就是line B肯定是最短的 然后呢这一个line A呢是最长的 C在中间 所以说呢它的问题来了 它也是跟着这个逻辑关系走的 就是line which line is longer than line which line but shorter than the line 那肯定了我们的这个地方肯定要写B是吧 line C is longer than line B but shorter than line A 这三者的关系就出来了 我们的line A是最长的 所以说line C会比它短 but line C是中间的 它会比最短的line B要长 这是一个逻辑关系的问题